美国食品基药物管理局指出 召回源自阿肯色州卫生部 在例行检测中发现的 IHA食品公司旗下的热销产品 干燥桂皮粉 铅含量超标 虽然目前并未收到与此产品有关的健康问题报告 然而一些专家提醒观众 体内铅含量超标会对健康造成长期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干燥桂皮粉主要是在加州时期商店销售 并未透过网络平台贩售 如果消费者已经购买 应该停止使用并丢弃 或是退回店家并获得退款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